摘去鮮花 然后种出大厦 走音啊 讲整个东西吧 好 回OFES讲 林郑说万一人工岛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社会的希望 可以解决到基层的住屋需求 但等等先 如果真的那么正 为什么全球最大的人工岛 都抵抗不了海水上涨 要难尾收场? 明日大雨 又会不会暴去后陈? 继天甲之后 上个月山竹吹集香港 恨花村和海叶半岛 基于地理因素成为重灾区 更有十层楼高的巨浪 不说还以为是海啸 这个究竟是百年一遇的现象 还是新常态? 我们请了第一代天气先生 李慧才博士 跟我们分析一下 新常态这个概念 肯定是错到不得了 我们慢慢慢慢已经 已经战入了新变态 其实就不是常态 哪里还有一常? 没得常态 东大嶼的人工岛的位置 其实没有一个很强的屏障 如果当一个台风在我们南边经过 然后在我们西面登陆 其实所有的风和浪 是食到饮的 正因为食到饮 人工岛一定逃不过 有幸花串的命运 名副其实 今日幸花 明日大雨 背后的原理不难名 台风中心气压很低 就好像真空吸索一样 将整个海平面斜高 再加上强烈的风浪 到时不濕了都奇 日本也很幸运 被几个台风吹集 湾西的机场 原来建在人工岛上 而这个机场 在台风侵袭期间 因为风暴潮令到整个机场水浸 其实现在在全球暖化 海平面不断上升 风暴越来越猛烈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理由 还说起人工岛 还说要住一百几十万人 这是完全荒谬绝对的 博士提及的海平面上升 其实有两大原因 第一 全球暖化 海洋温度上升 海水受益膨胀 第二 就是因为全球暖化 令到全世界很多地方 特别是高山的冰雪融化 溶化之后 冰雪变成水 水就下了海 下了海之后 自然就会令到海平面上升 所以你说起海堤 擋是怎样擋 一个这样的风浪 集击起来的时间 其实是没得擋的 即使知道防波堤 不能够阻挡极端天气 但依然有不少 很平和很清晰的高官 低估了the power of nature 就好像发展角局长 王伟伦说有留意到台风因素 相信不会大幅增加工程造价 但事实又是否这样呢 有寒冷学者说 假如海平面上升24至150cm 相加工程造价 会上升5.1倍 究竟为什么呢 我们先给个麦姚教授 因为你的岛面积是非常巨大 在说1700公顶 你每加高1米 其实里面的造价 就是以倍数来计算的 但千万不要以为 铺多1700公顶的海沙 在面头就可以了事 因为上面起得越高 对地基的负荷就越大 所需的资源就自然会以倍数增长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在港珠澳大桥的人工赌上高 其实就有所谓要放药波石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说我增高了 那药波石可能就要落很多很多倍了 那就解释到为什么成本这么高了 那田海所需要的原材料 其中尤其是海沙 是过去10年已经涨价了一倍 但是最近已经是出现得不到批文了 所以其实就是说 中国是想限制海沙的出口 有些承建商因为买不到 国内的海沙 就改为去用基沙 基沙的价钱本身就一直都 比海沙更贵 那到时有可能进一步 因为这个庞大的需求 是令到沙的价钱再推升 原来那些海沙这么贵 加加万万都要一万亿啊 啊 那么大个天文数字 我真是第一次听了 冷静点 究竟一万亿去了 用来做什么呢 早前SpaceX总裁说 上货升的目标费用 大约是十万美元 即是大概七十八万港元 一万亿等于一百二十八万人的费用 足以送港岛所有居民上货升 都是不明 试下换个说法 出的进步足金河合 价值就是一千一百元 一只河合一千一百元 如果用这一万亿去买足够河合的话 再分给全香港七百四十万人 不用答案问题 每人都拿到一百二十只 但是 这些河合的钱有哪里呢 就会在基本工程处备基金去支付 所有卖地的收入 会直接拨入去基本工程处备基金 既然一万亿是靠卖地赚回来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用这块地呢 政府就是想进入这个 基建船转门 利用高地价政策卖地 令到库房收入增加 去找基建工程调数 而基建带动周边地区地价上升 卖地呢 就自然会卖到更加多的钱了 而这些钱呢 又会用来起更加多的基建 这个就是政府的如意义盆了